各位星TOW.TV的觀眾 各位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 你們好 坐在旁邊的會友 女方 你好 你好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今次來到三法市 當然帶來好歌會友 異歌會友 其實最近都發現 好像少了在娛樂版面見到你 大家都想了解 現在又未見有電影 又或者唱片方面 究竟女方在忙甚麼 常常做表演 例如三法市、多倫多 中國內地 其實我基本上都是唱歌為主 唱歌 娛樂版的儘量少點上 雙七娛樂版都不是好東西 因為常常拍你買菜 生活方面 對 你跟朋友吃飯 他又在作文 當然不想好 你很想看嗎 你常常看嗎 因為現在媒體就看了 如果看那麼多 但很多朋友都很想關心 無論喜歡的各位的明星 生活的點滴 其實現在你說多了去外部 去演唱會 又或者一些工作安排 多數會在哪個地方 或者會不會少了香港 歸屬感會不會轉移 香港就是三兩年開始演唱會 其他時間我都是大陸 周圍開演唱會做show 北京 其實的趨勢就是這樣 所有歌手都去內地唱歌 真的很好找 不是的 都市場需要 因為我自己有出過國語碟 我有幾首國語歌 在內地大家都熟悉 很多時候都要回內地去做一些演出 講起內地演出 大家現在都會把看電視的一些節目的選擇 選入了中國的一些歌唱的大型比賽的節目 你有沒有留意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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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啊 中國好聲音啊 我是歌手啊那些嘛 都有啊 因為全世界都會看的啦 如果有邀請 不如你上台去作為評委 又或者不如我們上擂台又再比試一下 其實我有邀請過去做評委 但因為我不是那麼習慣 是誰 其他的電視台 四川啊那些 我也有做過那些什麼地方 都是真人騷的比賽 但我自己本身不是很習慣去批評別人 就是因為我覺得唱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習慣 每個人的風格 那我又不想做到好像老師那樣 在那裏說你應該怎樣唱 應該怎樣做 我試過去做 做完之後我自己都覺得不是很習慣 所以我很少去做那些評判 但他們都很需要一些專業的唱歌 或者演評 除了你懂唱 你未必一定懂得去批評別人 還有我覺得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做那些評判 要口才很好 譬如我口才不夠好的 我想到去 可能我想表達那件事 但我又講得不好的 又不夠精彩的 不如留給那些講話聰明的人去做 但說回歌者 一些表演的一些歌手 現在就說對於一些新式的唱歌技巧 就說要標高音 要聲思力竭 這樣就會高分 你有沒有看過相關的評論 你覺得呢 我就覺得很震撼 如果觀眾來看 但如果以你們殿堂級的唱歌 我覺得如果你參加歌唱比賽 那你是要很震撼才行 要不然你唱一首很平淡的情歌 你震撼不到那些觀眾 那他們就不會有那個共鳴 那你參加歌唱比賽 你當然要喊到越高音越好 所以現在整個 我想你看這些節目 每個人都是 哪個Key最高 哪個Key 喊得最大 就是得到最多的回響 那個趨勢是這樣 當然你參加比賽是這樣 但如果你錄一張唱片的時候 如果你每一首歌都這樣唱的話 就會很震撼 每個人都不同 有些人是比較柔情一些 有些人是比較澎湃一些 我覺得看個人需要 對於標高音方面 你都會覺得舞台舞台的效果 真實是 有些人錄到高音就去錄 那你錄不到高音的 你是柔情的 你就唱你自己那類的東西 但對我來說 我又不是去參加比賽 所以做我自己 唱歌方面 現在都會有很多歌手 會舉行一些 叫做經典歲月的一些演唱會 以前的叫做狗歌新唱也好 又或者會有一些紀念式的演唱會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這方面的一個打算 就說你遲些會有些舉辦的女次唱會 我會呀 我今年都會 香港都會開演唱會 都會 但名字還沒想 主題還沒想 不一定要舊歌新唱 我想每一次開演唱會 你都會唱舊歌 也會唱新歌 譬如校長會有銀行歲月經驗 不是呀 我就還沒銀行歲月 因為到我有差不多的資歷 我才會銀行歲月 現在就是萬步人生龍 即將會連日會在香港 都會有一個演唱會舉辦 會不會現在就開始籌備 會請些甚麼嘉賓 沒有 沒有那麼快 到時再想 再看回以前華立的時代 見到你跟劉德華、杜德偉、林志穎 一班朋友都友誼得很好 其實會不會自己多年去看 心態方面有甚麼變化 跟他們的家聯繫有沒有 心態其實沒有甚麼變化 我想跟杜德偉會多些 因為我們都是好朋友 經常見面 那個時候在華立是一間大公司 有其他很多歌手 那時候就會聚會多些 還有很多公司舉辦的一些演唱會 經常去做 現在我想大家都很忙 我又要去做Show 見面的機會少了些 再看回電視、電影方面 以前八、九十年代 會有《靈環先生》 經典的殭屍系列 又或者《火頭覆星》 大家都會發現 女方都挺有搞笑天份 會不會遲些考慮到有些喜劇 現在社會能量方面 都需要多些歡樂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拍喜劇 你知不知 你有看過《秋天童話》 有 《秋天童話》算不算喜劇 不算嗎 但原本找我做 你知不知 真的 是 原本不是發哥做的 原本找我做的 誰知道我去到見了一個導演之後 導演就說 他說我想找個比較高一點的演員 我就是這樣輸了 真的嗎 真的 所以我原本不是做喜劇 我做《秋天童話》 《秋天童話》 做愛情片 誰知道他找個身高比較高一點 但他都很同情我 雖然沒有讓我做那套戲的主角 但又給我一個主題曲唱 《秋天童話》的主題曲 《別了秋天》 謝謝 謝謝